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不少的入睡 想要再多看你一眼 未知的每一天 不放心你独自面对 我从来不怕累 只怕你委屈流眼泪 沿途多少失恋 两个人一起去跨越 无畏的明天 不见不醉的信念 只牙游在你的身边 还在一天不天 还能及到一心 不去的明天 陪你到世界终结 这首不为好改变世界 不为好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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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应战明天 两个人去冒险 不畏惧的明天 不愧其开双世界 蔑绕灯 吃货难 你说是谁做了头彩 要请我们所有 彩旋道的人吃饭啊 就你面前这位大帅哥 那这样 大家 谢谢帅哥 谢谢帅哥 随便坐吧 对对对 怎么那么好 吃好了吃好了 吃好了 吃好了 差不多人都到齐了吧 再等等吧 还有几位 小姐 我来了 你们往那边坐 那里有空位置 孙皓 我告诉你啊 你很难得吃到这种 又高级又创意的 异国料理一定要用心吃 知道吗 放心吧 学姐 我们这帮兄弟啊 都是带着一颗学习的心态 一定会用心吃的 各位同学 各位同学 我们一起来 谢谢这位 请我们吃饭的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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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伟 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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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汪汪 好啊 你这会不会太坑了 你呀就是富人之人 像这种人 如果不一次坑到底 他绝对不会 善罢跟熊的动手 主任 对对对对 就是楼上三层了 往左边拐就是啊 来吧 我们都来了啊 快点啊 撑死我了 太爽了吃的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到 有人吃炸酱面 吃到卡都刷包 以后我要戳回忆路啊 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写进去 走啦 走啦 明天 去不去 咋给我煮水 去不去 我不去了 你们去吧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喂 你咋啦 你咋啦 这一晚上闷闷不乐的 亚南 嗯 刚才 在学校门口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明天怪怪的 好像不太高兴了 没有啊 我没觉得呀 我觉得了 而且我觉得 他好像生我气了 你终于下课了 我在这儿等了你好久 你忘了 我们约好了要一起吃饭 卖怀式料理的餐厅 但是由法国主厨 亲自操刀的炸酱面 是这样 就是之前 他在一餐厅打工 嗯 然后为了给我出气 淋了汪世伟一身红酒 后来因此被开了 什么 我的天哪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没跟我提过呀 很久之前 不值得一提 我的大小姐啊 这还不值一提 人家明天为了你 把工作都丢了 你居然还坐上他仇人的车 还接受他请客吃饭 这要换任何一个人 都给你翻脸了 你还说我呢 这不是你硬拉着我去的吗 是你先跟那傻猫打赌的好不好 你还怪我 那 我 我是不是得跟明天解释一下啊 解释什么呀吃都吃了 难不成你还要告诉他 你为了没忘记他的仗义 连筷子都没动下 那怎么办 不怎么办 你就等着看明天的反应 如果他因为这件事情给你欧气 那也算好事了 为什么 你脑子进水了呀 如果他因为这件事情给你欧气 那说明他心里在乎你 但是也有可能 他觉得你不够仗义呢 这俗话说得好 灯不点不亮 键盘不敲不敲 这一次呢 就好好刺激一下那根木头 你让他知道 不光他明天被人追着要 你方雨月也是个香饱饱 没准啊这么一刺激 他就跟你表白了呢 我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让人娇宠儿胆和脸 真是搞不懂 这姑娘加加的 学什么格斗嘛 一听达达沙沙的 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 让人娇宠儿他们 还挺好的 那家伙 连格斗事什么都不懂 又怎么会懂得欣赏学姐 学姐为什么还要离婚那主人 下回见到学姐 该提醒她才是 有我的心去看 就是因为我爱你 才要 长不放慢一点 我要等待 可我又不是她的谁 有什么资格管这些事 你的时间换不少的样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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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觉得 昨天吃货难找我们去吃那个 法国炸酱面 有点问题啊 好像是 那个长得像法国常柜一样的东西 骨上吃麻酱 确实挺难吃的 你说的不是这个 不是味道 我说的是氛围 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姓王还是姓汪的 昨天一直对方语献殷勤 感觉他们两个就快要凑成对了 不至于吧 那个油枪滑掉的家伙 方语学姐怎么会喜欢她 对 方语是不会喜欢她 不过她爷爷也说不定了 你没有看到 那个家伙一直强调 他们两家是私交 私交 私交 私交是干吗要呢 你知道吗 是用吗 不是 那是送礼用的 不是 这儿女联姻要呢 你们看电视剧啊 电视剧都是这样演的 看 昨天方语 他带点生气 他都没有起身走人 所以啊 所以啊 我感觉 他们两个肯定是有谱了 对吧 好 是的 慢着 有这么强的队友加入啊 我还要担心明天跟方语猫 我看我根本之前就是白白吃 哈哈 哈哈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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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怎么就你俩啊 孙浩和孙小敏呢 哦 他们去跆拳道社了 哦 哦 明天 你昨天没去啊 简直太可惜了 一个洋人 咱们做炸酱面 那个画面简直太搞笑了 方语 你一提到吃的啊 我就饿了 要不然 你让你那个市伟哥哥 给咱们送点吃的吧 他不是这里觉得很勤吗 这点小事 他应该没问题吧 而且 你上回不跟我说 想 找个机会 测试测试他对你的真心吗 我觉得这就是考验他的机会 程雅南 键盘敲太重是会坏的我告诉你 好 那我自己解决了 学姐再见 学姐 学姐 干嘛呀 教主了不说话 学姐 学姐 真的喜欢那个汪世伟吗 这俗话说得好 灯不点不亮 键盘不敲不响 这一次呢 就好好刺激一下那根木头 你让她知道 不光她明天被人追着药 你方语越也是个香啵啵 没准啊 这么一刺激 她又给你等白了呢 是 谈不上喜欢 但也没有之前那么讨厌了 她表里不一 你不要被她骗了 学姐值得遇到更好的人 更好的 那谁是更好的 我觉得 能真正懂你的 愿意保护你 三十年前 值得喜欢你 那你觉得 我是没有这个人吗 我觉得 我觉得 说呀 我觉得有 那人是谁 你想呢 和我想那是同一个人吗 总之不是汪世伟 但一定会有这个人的 请问谁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合明天的人呢 小蜜蜜小姐 这世界上没有人比你更适合明天了 怎么会有人还比你适合明天呢 当然是我最适合明天了 方雨的家事背景实在是太好了 明天一定会很有压力 但是像我 我家庭这么普通 明天跟我在一起一定很轻松又自在 虽然方雨是很漂亮 但是我比较可爱的 可是我的身高好像矮了点 不过也是黄金比例啊 我真的是受够你们两个了 一个冰棍 一个棒锤 你说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干脆直接问她得了 你就跟她说 喂 臭小子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要喜欢我的话 姐也喜欢你 这不就完了吗 真的是 她都那样说了 我何必呢 说草草草草就到 明天 来来来来 你你你 你别回 别 别回来啊 你放心啊 我心里有数啊 过来啊 许姐 明天 我有事问问你啊 毕竟你是咱们正责 和维尔的男同学啊 学姐请说 我有一个朋友 他跟他学弟的关系 有点特别 有一天呢 我这朋友的一个追求者 来到了学校 刚好被我这学弟撞掉了 结果他又没给我那朋友好脸色看 成雅男 你说是否我那学弟喜欢他 是不是他吃醋啊 他 他昨天吃海鲜 脑子过敏了 你都知道雅男 你怎么把这个家用来 我做个什么 你那LET 你都知道 你不做什么 我去做这道题 你去做什么 我去做什么 你怎么这么对我 妈 咱们大白档 什么时候开始弄 周年晚会了呀 你别问那么多 来参加就好了嘛 我告诉你 我们大白档所有的人 都像一家人一样 像亲人一样 今天男的都有时间 开开心心的 走 各位 大排档的父老兄亲 哥哥 姐姐 妹妹们 今天是我们首当其创 第一次举办 十五周年庆祝晚会 开不开心 再来一次 开不开心 开不开心 现在进入我们 十五周年庆典最高潮的时候 就是要抽奖了 我们抽中了幸运儿 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大奖 要送给大家 开不开心啊 开心 开心 我们的大奖是什么 澳门来回机票一张吧 好了 好了 我不耽误大家的时刻了 来来来来 我们进行抽奖了啊 来喽来喽 看看是谁哟 恭喜恭喜 是阿炳排档的姜伯 我抽奖了啊 是啊 这段时间 我的症状老毛病又犯了 坐不了飞机 我这个奖捐出去 你重新出来 谢谢 谢谢 谢谢江伯 你的善心 把这个机会让出来啊 好的 那么我们继续看看 下一位幸运得奖是谁啊 好兴奋 好兴奋 来啦 恭喜啊 就是麻辣烫的张大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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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跟你说浩儿的签 要把它冰冻起来吗 天气热 大概冰退了 浩玛 我华尔台出门不方便 我提议啊 把这个奖啊 直接送给咱们大排档里 最年轻有为的阿炳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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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婶 谢谢 哎呀 欢迎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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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这位掌声 再鼓励一次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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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痔疮 也怀不了二胎 我一定代表 大排档的父老乡亲 去澳门给大家争光的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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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我跟你说 是否那学弟喜欢她 是不是她吃醋啊 啊 如果我没阻止衙门 不知道 明天会怎么回答 如果那天学姐没有阻止 我会承认 我去做了吗 是 你 笑语 先前跟你提的迪拜行 得提前了 提前到什么时候 十五号 可是爷爷 我答应校长 要去澳门参加观摩赛 这两件事孰轻孰众 还需要我来提醒吗 爷爷 香港那边不急 要不 我往后延期时间 先去迪拜再赶过去 你们俩想方设法的 就是要让小宇去澳门 我真的不明白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你非要去澳门不可呢 爷爷误会了 我只是不想言而无信罢了 您放心吧 我会跟校长请辞的 你说什么 方宇学姐不去澳门了 对啊 不 我骗你干嘛 有奖品啊 怎么会这样啊 我好不容易弄了个澳门往返机票 还指望这次去澳门 可以跟学姐都拍几张照片 留作纪念的 这样的话 就算学姐不喜欢我 我也心满意子了 你心满意子了 我不就新回忆了呢 我告诉你啊 澳门美好的回忆 绝对是由我跟明天留下来的 这一次 我一定要把明天给生存活泼 明天怎么还没来啊 你该到点了吗 我忘记告诉你了 他跟我说 他去找人请教怎么当教练了 当教练 找谁啊 我不知道 他没告诉我啊 那三个丫头 让你当他们的教练 对啊 有意思 你好 那三个丫头身经百战 各有所长 那他们谁也不服谁 同时指定你当他们的教练 他们要不是闹着玩啊 那就是 那就是你确实有本事 学姐您就别取笑我了 我知道您经验丰富 可以给我点意见吗 所谓教练呢 无外乎就是安排日常训练 做好体能管理 但是 以他们三个身经百战 这些他们应该自己看着办才是啊 那我还能帮上点什么呢 我知道了 当他们的另外一双眼睛 替他们减少失误 像他们这个级别的选手 微小的失误 往往就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所以精准地分析对手 制定战略 把他们有可能犯下的失误 降到最低 这就是你能给他们最大的帮助 对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上 我明白学姐的意思了 谢谢学姐 不客气 不客气 一 唱 二 唱 一 唱 二 唱 一 唱 二 唱 收 今天的课呢 就上到这儿了 敬礼 下课之后 大家回家要注意安全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好 下课 姐姐 你下课院还会来吧 会啊 我一定会想办法过来的 也放学了 那姐姐送你们两个回家 不过在回家之前 我们去吃东西好不好 嗨 分析对手的时候 最忌讳的 就是轻敌 往往你认为小菜一叠的敌人 最后就是 打趴下你的那个人 你自己的预赛 之所以能赢了智英那小子 不就是因为她 犯了这么致命的错误吗 何晓风曾经败在方雨学姐手下 雅南跟小敏学姐 也一直不把她放在眼里 我得特别注意这一点才行 来 可以 容易 对 很好 来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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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相近 上 对 对 好 继续 继续 很好 来 二 来 对 好 再继续 来 保持 手 好 再继续 好 再继续 出锋 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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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后手用力 护法要管 来 注意防守 前手打后手防 对 迅速 调整好距离 继续 来 肩膀往前速 再继续 软胜往前速 何晓峰确实厉害 看得出 他是志音重点培训的人 软胶 腰脚 腰脚 腰脚要稳 这是您的步法 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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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姐 慢点 慢点 你们怎么回事 这么多人陪练 还挺不过一个陆冠言吗 学姐你要不满意 我现在就去把前社长 请回来给你打了 不过人家现在负责全校卫生 说不定比当这个全职社长 更起劲呢 会有让你说话吗 继续练 来 房属 来 房属 来 房属 前马往前伸 摇腿动力 进去 快 用力 好得好 通朝距离 快 喜欢你的第五十六个理由 当你开口问候别人爷爷奶奶的时候 总有股特别的亲切 火垂熙 你 父子 我也要跟着你 你会透露到辱 好 啥 好 啥 酷 太阳烂熠 好 啥 走 帮你去你去 我不能惩罚你 也没什么不对的 谁让我确实犯了错 就是可惜了 失去了在决赛中 和真正高手过招的机会 那应该很过瘾才是 既然你这么想 那当初你为什么弃拳呢 你应该听过一句话 格斗是精神的历练 在刻苦训练中 磨练自己的意志 在激烈比赛中 挖掘自己的潜能 在挑战极限中 实现对自我的超越 这也是 我为什么喜欢格斗的原因 不是为了名词 而是为了那股拼搏进取 顽强不屈的决心 那远比拿奖杯更吸引人 所以 我不能容忍 有人糟蹋这个精神 特别是致营拳击社的社员 身为社长的我 有责任 也有必要 让他们理解 真正的格斗精神 你说的 是马亦臣吧 是啊 其实他还蛮有天分的 可惜观念偏颇 我担心 再这么继续下去 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 真正的拳击手 所以我才想 或许应该让他尝尝失败的滋味 尤其是你给他的 对他来说应该是件好事 哦 还有 他上一次对你弟弟做的那些事 我想 也该让你讨回公道 至少在擂台上 有一次公平公正的较量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我不知道背后 还有这么多言言 看来大家都误解你了 没事 我这个人做事 只求不愧我心 对了 一直在聊我 都忘了问你 来致营干吗 吃叉叉饭 好香啊 快吃吧 真有这么好吃吗 明明让你们吃大餐 偏要来选叉叉叉饭 为什么 以前还住澳门的时候 我和明朗会把哥哥 给我们的零花钱存起来 每个月把存到的钱 去买叉叉饭 因为钱不多 所以每次只能买一份 两个人分着吃 可是搬来这里之后 因为哥哥没法给我们零花钱 所以我没知道现在才迟到 那 既然这么爱吃 为什么不让哥哥带你们来吃 因为哥哥讨厌叉叉饭 其实哥哥本来也喜欢的 但是 妈妈在离家出走的前一天 带我们三个去吃了叉叉饭 妈妈离开后 哥哥就再也不吃了 盐主 你又哭了 每次都是这样 一边吃一边哭的 盐主 你也要找妈妈 但是妈妈应该吃 也想她不知道 现在的我 还没有办法让我的弟弟妹妹 过上舒服的日子 我这个当哥哥的 也只能在他们想要撒娇 受委屈的时候 拍得生用场 一直以为 明天同我一样都是父母早逝 没想到 她背后还有这么一段心酸 她那看似单薄的身影 其实有着 比谁都厚实的胸膛 这样吧 以后 等你们想吃沙烧饭了 就告诉姐姐 姐姐带你们去吃 偷偷的 好不好 拉勾 好了 快吃吧 让你当教练 确实像潮阳南他们会干的事 不过你毯子也是够大的 又一个人跑来治婴 不拍外奏 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 只是觉得 如果我这么做 对三位学姐帮助很大 所以就跑过来了 其实这个事也不难 你跟何晓峰打声一场 应该就会明白了 怎么了 你想替她们三个摸清楚 何晓峰的优缺点的话 光靠眼睛看 是远远不够的 打一场就清楚了 敢吗 没有什么敢不敢的 只有该不该做 我去 小峰 骆关颜 你带郑泽那小子过来干吗 咱们前社长叛变的可真彻底 连郑泽的学生都带到咱们拳击社 这个家伙 现在是方语他们指定的场面教练 知道你是方语的敬敌 所以特地过来探探你的敌 不是探敌 只是一场有一比赛而已 就凭你 不自量力 我是不自量力 请学姐指教 你这样跟我打 好 我跟你打 刚好我想看看 你三个臭丫头 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 加油 学姐加油 打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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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打爆她 打她 上次侥幸赢了我 竟然觉得自己挺厉害 居然敢挑战晓风学姐 来一辰 明天再会的不是输赢 对 他赢得了嘛 打他 学姐 学姐 打他 加油 加油 学姐 加油 星星拍一眨眼 越久会消失不见 越牵起他的手 承诺会陪在身边 心与双变 永远相随 一起照亮世界 直到那天 日突然间 背弃他的诺言 星星挂在前边 他也没有望远 他不用流泪 也不会选择往下追 星星不太想念 确定自己照亮 整个世界 闪耀在 没有月的夜 没有你的黑夜 I keep on sh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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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拍着眼 月就会消失不见 光星辰 我最行的 亦归 我最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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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大概会消失不见 你 月自我